英國二號高鐵新建域阻礙英國首相蘇納克 抛震撼但宣布取消被斷路線 此舉引發當地居民不滿 甚至通罵英國政府把北部的人民當成二等公民 罵聲不斷也得喊咖 因為高通膨讓英國政府吃不消 高鐵建設預算到了2020年 已經攀升到台幣約3.85兆元 成本不斷攀高 原定2033年通車從倫敦到曼徹斯特 可以節省約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已經泡湯 英國經濟波動不安 英國的智庫單位點出明年經濟衰退的機率 高達百分之六十 不只人力短缺生產率低迷 甚至在2020年英國脫歐後 就是根本的原因 單單一樁公共建設就凸顯出 英國政府的財政黑洞 三立新聞零書寫理文科綜合報導 三立新聞零書寫理文科綜合報導 一會兒 三立新聞零書寫理文科綜合 台幣提供 零書寫理文科綜合